- 要吃的? - 打拼! - 搞了這麼久,終於 - 把頭髮抓好咧 - 一千多片旺旺仙貝的粉 - 好了,我們現在炸粉有了 - 雞腿也有了 - 開始炸雞 - 旺旺粉全部倒進來 - 雞腿進來 - 灑上旺旺粉 - 把它壓實一點 - 今天挑戰 - 用旺旺仙貝 - 來吃炸雞 - 大家好,我是李唯 - 我就說你各位的聰明才智絕對都遠勝於我 - 就在上次皮蛋火鍋的影片發布之後 - 就有一個觀眾朋友私訊我 - 問我能不能用旺旺仙貝上面的粉來炸雞腿 - 哇,你是不是想害我 - 先不說這些粉要搞到能拿來炸雞的量 - 可能就三五百包跑不掉了 - 也是一個不小的花費了 - 而且要開這麼多的數量 - 可能要背負著浪費食物的媽咪 - 想想我都不覺得這個是一個好主意 - 我絕對強烈檢查這種浪費行為 - 我,我是幫觀眾圓夢 - 要怪就怪他吧 - 好的,這邊大概準備了五百多包 - 一包裡面兩片 - 所以這裡總共是一千多片 - 那我這個稍微查了一下 - 我大概有看到三個類似題材的影片 - 其中也包括了哈吉米這尊大神 - 他們的做法是把鮮貝上面的粉集裝起來 - 直接品嘗 - 那大家都知道我們是一個非常專業的美食料理頻道 - 一定要得更進一步 - 沒錯,身為一個料理魔術者 - 我們這次接受觀眾的挑戰 - 用這些鮮貝上面的粉來當面衣 - 搞一個旺旺大街,直接開始了 - 先把雞腿沿著骨頭切開 - 加入蔥、薑、蒜、糖、鹽、醬油、米酒、胡椒粉 - 稍微給它和魚 - 放冰箱冷藏醃漆 - 接下來把旺旺先被上面的粉用牙刷一點一點的刮下來 - 長度一千次 - 還沒完成 - 讓大家看一下這是我們收集到的量 - 之前幾位大神都說好甜 - 我來幫大家試一個 - 這個旺旺粉太珍貴了 - 我們就淺藏一小口 - 像這樣子 - 哇塞,這個味道 - 這個熟悉又陌生的鹹甜滋味 - 有如電影場景之中 - 秋季的浪漫步道上 - 陽光斜斜的灑落而閃耀著金色的光芒 - 每一口都像是置身於糖果雲朵中 - 輕柔而甜美 - 又彷彿夢境裡的仙子在耳邊滴... - 起床 - 起床了 - 早安 - 哎呀,又過了一天 - 現在已經是第二天了 - 我感覺這個好像不是一個好主意 - 另外有的人可能會以為這是一個簡單的企劃 - 其實還是有一些訣竅的 -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人 - 歡迎加入我最新的線上課程 - 旺旺中破塞集中 - ㄟ - ㄟ - ㄟ - 事不過三 - 再加下去以後真的開不了課程 - 啊怎麼收割呢 - 哈囉,大概還有一半的量 - 今天想要把它搞定 -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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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打風 - 哇塞...搞了這麼久,終于 - 把頭髮抓好嘍 一千多片想把頭髮抓好嘞 - 一千多片汪汪仙輩的粉 - 倒壞了兩隻牙刷 - 剩下的汪汪仙輩大家不用擔心 - 我剛好就認識一個很愛吃汪汪仙輩的 - 瘦 - 好啦我們現在炸粉有了 - 雞腿也有了 - 開始炸雞 - 雞腿全部倒進來 雞腿進來 灑上旺旺粉 把它壓實一點 兩面都均勻裹上面液喔 那這次呢 我們挑戰翠林式的炸雞外皮 把多的粉稍微抖掉 接下來重點在這裡喔 準備一碗清水 直接把雞腿過個水 抱歉啦各位 我們這個旺旺粉好像一碰到水整個都化掉了 這個我們改變一下戰略啊 直接裹粉來炸就好了 幸好我們這個旺旺粉還夠喔 應該兩隻雞腿還是搓搓有餘 我真的開始期待這個炸雞到底會有多厲害啊 給它抖一抖 像這個樣子 我一開始也沒預料到會搞這麼久 所以這個雞腿其實也醃漬了三天 不過這邊基於衛生考量還是要提醒大家 醃肉不要超過24小時 那我就是因為預算不夠了 再加上 我就那個 爛命一條 所以就不管那麼多了 下油鍋炸雞 旺旺炸雞 天啊 感謝這位觀眾朋友給我出的考題喔 我們又做出一個獨一無二的炸雞 哇 讓大家再看仔細一點 這個不像一般的炸雞腿啊 反而比較像是紅燒雞腿 炸的我覺得不算失敗 只是沒有成功 哇 這個味道真的香 對對對 那這邊試吃之前還是要先打個預防針 如果這次的炸雞腿啊 不好吃的話 請大家不要介意 對我而言 比起味道來講的話 更重要的其實是整個製作過程所帶來的體驗 因為我相信辛勞也是一種收穫 這次啊 一樣花了這麼多的時間 光是把這個旺旺粉刷下來 至少就花了8個小時喔 我自己覺得啊 努力的過程呢 其實就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 當然 如果能騙到幾個讚 幾個訂閱 甚至大家的熱推 我一定啊 努力的過程 讓大家試個味道 好吃 雖然這個沒有一般炸雞酥脆的外皮 不過真的很香啊 吃起來很像台南以前很有名的排骨尊 那種鹹鹹甜甜的味道 可能是這個旺旺粉裡面真的加了太多的糖 所以整個吃起來口感算是偏甜 這個雞肉也是蠻嫩的喔 真心不騙啊 這個雞頭我覺得至少也有中上的等級 那雖然說這次沒辦法炸出這種酥脆的口感 但是我覺得旺旺粉的味道 已經完全的吃進這個雞腿裡面了 這個有的觀眾朋友如果真的想吃一點不一樣的炸雞啊 這個可以找一個 推薦給你們 只要花一千多塊就可以吃到那邊吃雞腿 吃完了 哇 終於 現在這個影片終於即將接近尾聲了 反正的我已經拍到有點累有點恍神 一般有在非常疲憊的時候都會感覺到非常疲憊 所以我會真的不確定這兩三天到底有沒有漏拍什麼鏡頭 反正總之相信大家也可以發現 當你們看完這個影片的時候 這個影片就結束了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